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 Hi-Andy 區律部, 又是我槍王 Hi-Andy 一隻支持香港的音響品牌 就好像 Widmer Workshop 這間我們的老朋友 他已經開業了22年 而他的線材亦是最高性價比的指標 不過話說話, 你香港的品牌如果真的要打出名堂的話 起碼要贏到兩三倍價錢的歐美品牌的線材 才會比較容易讓人接受 就好像今集的主角就是 Hello Active Shield 這條RCA 這條RCA 其實早幾天威馬在討論區 已經出了個帖文分享有關他的技術、用料等資料 不過看Youtube的你們, 我知道你們一定是看Youtube 就很少看討論區了 所以我就立刻問問威馬 借了現在枱面這條 Hello Active Shield 這條RCA 過來做個測試 如果真是真正的話, 我一定會拍片給大家介紹給大家 當然啦, 現在你們看到這條影片 即是說這條 Hello Active Shield 已經過了我關 在說他的表現之前, 不如我們去看回威馬sir 在 High Andy 討論區的帖文裡面 怎樣去介紹這條 Active Shield 先好嗎 馬sir其實在 High Andy 討論區 在6號的時候已經出了這個帖文 開國功臣、千隨百年、重出江湖 Hello Active Shield 這個帖文 內文大致上就是在22年前 其實威馬sir workshop已經成立了 當時他開始的時候 主要是因為有個客戶要求他特別開發一條以技術掛碎的 但就不是一些奢華用料去堆砌出來的線材 而那個要求的效果 要可以PK 到歐美人品牌至少三倍價錢的性價比 的 RCA 順路線 所以當時他推出了一條線 撕半就賣八千元 後來經過四年的努力 終於量產了 以及在國內也投入這個量產 到今天 威馬sir workshop已經到了22周年 這段時間他也會多謝大家的支持 諸如此類的東西 但我很喜歡他講這句話 輸人最重要不要輸陣 所以他在的理心肝 重新再做過一條 今集的主角HELLO Active Shield 除了他之前的技術之外 他重新再加入了一些新的技術 去做了這個肝的系列 有關這張圖 其實他的技術或者結構 我本身就不太熟悉 如果你們有自己打開DIY 可能會比較了解 而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他的聲音表現 以及玩他當時有什麼注意 這裡有說 他說這條HELLO Active Shield 在原有的相同軸X-CORSE 正負交叉互感結構 還有這個有緣屏蔽之外 另外再加上這個 德國的WA量子技術加持 接著是氣展式骨架 我挺喜歡這個氣展式骨架 接著是一個碳纖維的屏蔽 接著是納米銀的摺點優化 以及重新計算最佳的長度 暫時只是供應RCA和平衡線 不計過插頭 整條線的長度是1.3M 報價是$8,800 這個短短的就是威瑪在HIGHANDY討論區 去介紹他的產品資料 大致內容就是這樣 老人家說得可以PK2-3倍價錢的線材 所以我這次拿了一條大約$2萬的RCA 去和AB比較 測試的位置就是 一部AA Pair 2 CD Pair 去到AA PV 的前級 在聽完歌回來了 在說回我的聽感之前 我先說一下他的外觀 首先他有幾樣東西是幾特別的 首先這條線的線身是比較粗的 但粗之餘是不重的 也挺輕的 或許是威瑪在POST上所說的 叫做氣剪式骨架 所以這條線的粗度有差不多 但因為是用氣剪式骨架的關係 他本身這條線是可以做到不太重 所以這條線是挺柔軟的 大家可以放心在使用上 就不需要擔心太硬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可以屈到這麼小的圈 你想想硬是有一個限度 另外值得說他的RCA頭 這個RCA頭 我聽阿威瑪說 其實他賺了很久 因為現在市場上 一般的RCA內徑的洞 就只有10mm 但是10mm很難去擔心一條這麼粗的線 所以他就專門去找廠 去做了這一批有16mm的洞 現在市場上真的比較少 這個頭就值得去說說 另外值得說 因為它是Active Shield的RCA 或者是華信號線 在普通網友 你們都很少會接觸到Active Shield 可能某些歐美牌子會有的 但在香港來說真的比較少 那我就初步說說 這條線 它本身在頭上 它會有兩條老鼠尾 分別讓你駁回有個火牛仔 然後讓你插電 而火牛仔插電 大家就不需要用一些很漂亮的東西 因為那一部分是純粹供電 而在這條線的另一邊 大家就會看到 現在的屋子 它會有兩眼燈 這兩眼燈 其實它是用一個普通的LED燈 大家就要留意這顆燈 因為這顆燈的正負 其實都是連著整條線的 照片的結構 所以這顆燈 如果著燈 就代表它正在工作 如果它不著燈的話 就代表 基本上你插了電線都好 它都還未通到 那個Active Shield 是還未通到的 所以大家這一部分 就要留意了 講完這條線的外觀之後 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這條線的聽感 這條線的聽感給我感覺 首先它是一條很… 我不覺得它是很平衡的線 因為我覺得它在中低頻的表現 是比較特別出眾的 尤其是在中頻的厚度 以及人聲的感染力 它是很漂亮的 很有肉的 出來擺人聲是比較有少少 我覺得是少少華麗的感覺 它在中低頻的衝擊力 以及亮感 它的表現是很正的 至於高頻方面 大家不要想著它那個中低那麼漂亮 高頻就會弱 它的高頻是偏向正路的 它不會說很光輝 但是應該有的東西它是全給你的 所以你是不會說用了這條線之後 你會覺得暗了 我知道你們平時 如果你用的線是比較肥一點的話 有可能一插進去之後 整個音場可能會掉了 或者空間感會沒有了 空氣感沒有了 這條Active Shield這條線是不會的 它是依然保留的 但是當然你說插進去之後 它會不會是更加大了那個空間 那我呢 如果在超高頻來說 我就不覺得的 但是起碼它沒有縮到水線 這個我覺得就已經很好 還有它那個定價的價位 剛才大家看到了 都在賣八千元 那麼 High Endy 會員做有折 說的是幾千元的貨 但是就已經可以享用到 馬Sir一個二十幾年功力的線材 那麼在那個性價比來說 我覺得是超級高的 而在我的影片一開始我已經講了 這條線其實呢 我是覺得它是比較適合一些 細系統或者是一些中型的系統都對的 譬如是些什麼呢 用書架喇叭 用一部合併機再加上書架喇叭 或者是用個小型的座地 小型座地喇叭 那你用了它之後呢 那個能量感 那個低頻的風滿度呢 會正了很多的 還有那個感染 人聲的感染力呢 也都會是靚了 你會感覺那個喉底聲 會是再出了 再多了東西聽的 那這個呢 我覺得已經是值回票價的了 那麼如果你們想試這條線的話呢 你除了可以去威馬那裡試之外 也都可以來回俱樂部這裡找回我 打回這個電話找回我 他約回去試這條線 講完這條線了 不過呢 剛剛呢 我就拿多它另一條線出來的 因為威馬sir 近來呢 在這個系列裡面呢 他做了很多不同的線材 那麼最後呢 我都介紹了它另外一條 那這一條呢 就是我剛剛到手的 就是一條無雙的LAN線來的 那麼這條LAN線呢 它就不是HELLO系列的了 是無雙系列的 但是這一條無雙系列呢 阿屎sir呢 就剛剛玩完 那麼他呢 就跟我說呢 就說這條線 正東西 這條線 因為那個中低那方面 也都是很美 也都是那個連貫性 那個音樂感 是很強的 那麼所以呢 大家呢 如果想試的話呢 也都可以上來試 或者甚至乎可以放下個按鈕 拿回家裡慢慢試都可以的 好嗎 那麼今集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了 那麼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